大政治 大包掛 大家一起來解掛 觀眾朋友午安 我是周育晴 大家午安 我是王宥正 宥正 你知道嗎 現在漁民很感慨說 相信蔡英文 還不如相信溫王爺 就信總統不信神就對了 是 登島護主權的漁民 很感慨說溫王爺都能保護他們 去躲掉兩個颱風 平安的返港 可是我們的主權是風雨飄搖 政策是搖擺不定 總統居然是沒有聲音 而且反而是對這些同胞們 我們看到尤其像是在今天 是對著原住民們 道歉說個十次 那麼蔡總統她其實還真以為說 做不好官員下台就好了嗎 就可以解決得了嗎 那麼但是要來看看 現在其實連這個 親律的媒體都看不下去了 甚至還叫她迷路總統 到底怎麼會這樣 怎麼回事 我們等一下回來 都會有深入的探討 我們先來請佑正 介紹今天的來賓 好 首先介紹的是 資深媒體的謝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還有資深媒體的黃金平 大家好 前台北市副部長李永平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國民黨文庄會副主委 李明賢 大家好 好 觀眾朋友我們就先來看一段 在今天蔡英文總統早上 而且她還有同步的直播 那麼針對原住民道歉 聽聽看她怎麼說 今天的道歉雖然遲到了很久 但是是一個開始 我不期望400年來 原住民族承受的苦難傷害 會因為一篇文稿 一個道歉而米平 但是我由衷的期待 今天的道歉 是這個國家內部所有人 邁向和解的開始 當然原住民應該被道歉 這也是蔡總統在選前的承諾 但是蔡總統 你已經要道歉的事情 會不會太多了 尤其是你的隔員出包出個不停 如果你一個隔員道歉一次的話 你恐怕在這個會議當中 你講了15次的道歉都還不夠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智慧交易所的預測 那麼說題目是 林權內閣誰先下車 首先我們來先來看一下 這個智慧交易所它的背景 執行黨是誰 叫做洪耀南 洪耀南這個名字有點陌生 沒關係 洪耀福 你可能有聽過 他是誰 民進黨的秘書長 是的 洪耀南 就是洪耀福的親兄弟 那麼這樣一個親綠的機構 他今天居然以 林權內閣誰先下車為題 來做一個交易的事項 讓大家來開賭盤 看看誰會最快滾蛋 好 這時候你心中 可能已經出現了幾個名字了 來看一下這名次 跟你的預期是不是符合呢 第一名是誰 就是國防部長大鵬 馮世寬 其實算了算 從他上任以來 在立法院對民黨立委 被攻屈膝 還有小白被虐死的案件 加上了熊三飛彈的誤射 那麼現在還有 漁民登太平島相關的爭議 所以馮世寬 一上架一馬當先 大家都覺得他是最該下台 也應該是最會先下車的 一個內閣閣員 好 再來是誰 第二名是交通部長賀成淡 賀成淡爭議也不少 淘積淹水 端午節廉價的塞車爭議 再加上華航罷工 還有國道的火燒車 26條人命 好多的爭議 現在賀成淡也被點名 很有可能是第二個 要下車的內閣閣員 第三名是誰 就是現在一令一休搞不定 七天秀一天 也瞧不攏的 勞動部長郭芳玉 其他像是內政部長葉俊榮 還有經濟部長李世光 也通通都在名單當中 好 我們看到了這麼多 這麼多的爭議 那蔡總統 你是不是欠人民好多個道歉 但蔡總統 你道歉的對象 只有原住民嗎 來 我們來看下一張的手版 好 我們先看手版了 我們先說到 蔡英文在今天對原住民道歉 剛剛我提到了 其實這是他選前的承諾 當然也是對 過去這400年的歷史共業 來希望做一個終結 有一個調查委員會 能夠還給原住民朋友的權益 這個道歉當然應該 但你要想一下 這個道歉是針對過去400年 也是暗指過去8年 馬英九沒有做的事情 所以蔡英文在今天 他的語法裡頭 提到道歉的有19次 那麼實際上說出道歉的 有10次以上 將近15次 他說的這些都是翻前朝的舊帳 馬英九不道歉 你看我蔡英文很有誠意 我現在出來 還邀請你們到總統府來 我跟你們道歉 而且承諾會還給你們該有的權益 好 很多人想問了 那漁民登太平島 維護主權要被罰 蔡總統要道歉嗎 再來 陸客火燒車 26條人命 包含24個大陸遊客 蔡總統 你要道歉嗎 還有 一例一休 到現在勞工很不滿 資方也搞不定 蔡總統 你要道歉嗎 你有好多應該道歉的事情 都是你任內創下的紀錄 打破的紀錄 你不道歉 反倒為了一個400年的歷史貢業 道歉得這麼勤勞 而且還不是所有的原住民朋友 都買帳 除了進到府內之外 其實在總統府的外頭 也有一群人 他們覺得政府這樣的做法 只是一場秀 完全沒有誠意 甚至他們還痛批蔡英文 這個道歉 把人家叫到家裡面來 完全沒有誠意 來聽聽看他們的說法 好 在剛才我們看到的是 蔡英文總統今天對原住民道歉了 不過愚民們 他們也希望蔡總統 要對他們要有個交代 而不是秋後算帳 我們先來請教一下寒冰 這次我們看到這一次 登島的這些漁民們 他們還好都平安回來了 一路都是平安的 但是卻又非常的激動 因為回來還要面對什麼 面對的是懲處的問題 我們來想一想 就是說在這次我們出發的這一刻 其實沒有看到船艦來護航 反而是他們認為說 一路是溫王爺在保護他們 不過這種平安是有生命保佑 是…就是說這個躲過了這個 又是一個銀河 然後又有一個尼達 就是說一共是兩個颱風 他們反而認為就是說 真的是神明在保比 這個溫王爺 為什麼對於漁民來說 是如此之重要 其實我必須這樣講 到21世紀的時候 我們的漁民 還是只能靠溫王爺保佑 不能靠政府保佑 我覺得這個是中華民國的恥辱 應該是這樣講 因為我覺得 這真是非常誇張的事情 溫王爺願意保佑我們的漁民 我們當然非常高興 因為這個是神明罵 神明願意保佑我們 當然這是民間的信仰 可是問題是 我們政府該做的是什麼 今天漁民去 是幹嘛 他是去鬧事 不是 他是去伸張 我們中華民國的主權 結果我們的政府居然 你自己本身自己 蔡總統不敢去也就算了 你居然還準備要罰他的錢 你還用什麼要塞堡壘條例 還是用什麼軍事管制去限制人家 我覺得這是非常瘋狂的一種行為 也就是我老實說 我們到底還是不是這個國家 我們今天在南海的主張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的政府 永遠沒有辦法說清楚 我老實說1999年的時候 我們從軍隊換成海軍 之後我們本來是想要釋出戰役 可是顯然周邊的國家 完全不滿帳 我們釋出的戰役越多 人家是侵占你的越多 這個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該硬一點的 結果不是 我們還是持續這樣軟弱 而且越來越軟弱 如果這樣的話 如果我們真的想要放棄太平島 其實我老實講 也不是不行 因為現在蔡英文是總統 你就直接告訴我們 我要放棄太平島 我不要 以後我們愚民都不要過去 你就直接講 但是蔡英文總統 讓我們覺得最可怕一點就是 你什麼東西 你都不敢負責任 你不敢承諾 你也不願意告訴我們 任何一種答案 永遠都是再看看 再說說 下一個問題 永遠都是這樣子 再看看 再想想 對 那這樣子我們要何去何從 中華民國到底要怎麼樣 你要成立台灣國也好 你就成立 所以競平就還不如半筊 半筊就三個先筊就有了 這個就是蔡總統 他跟汪王爺很大的不同 政府說不能去 汪王爺說可以去 政府說市島市交不重要 我們有主權比較重要 汪王爺說市島 政府說你去的話 我要放你錢 汪王爺說不去不能解決 給我去 漁民就真的去了 聽聲明的 沒有聽總統的 這些漁民的真性情 先講這個 包括汪王爺在內 在這個南部 台灣的南部 台南 高雄 屏東 這些地方他們偷海人 這個靠海為生 然後捕魚的漁民 這些常常要出海的 他們往往都是 我們一般人會以為說 一定姓媽仲 媽祖保佑他們 當然媽祖也是一個 主要的信仰之一 但是普遍從台南以南 台南高雄比通通 很多都是王爺 你看像台南很多什麼 南昆森 什麼昆森 什麼昆森 都是在閩南與台語講的 這個王爺的稱呼 所以什麼五府千歲等等 那些都是 他們會比較信仰這個 為什麼 因為當時唐山過台灣 從以前到現在 從祖先流傳下來 他們靠海 靠天吃飯 出海捕魚 他們所信來的就是 王爺給他們的一個信賴感 認為會幫他們度過危機 王爺會保護他們 他們在出海作業的時候 甚至他們要到某一個地方的時候 一定平安 安全回來 不會中途受到什麼威脅 所以對於王爺的信仰來說 他們是根深蒂固 包括這次屏東的這些東港 這些漁民也是一樣 可是在這次出發前的 打壓跟阻撓 到回來之後 還要面臨秋後算帳 愛國的人難道都有罪 難道都有錯嗎 所以再加上面臨 你看看今天蔡英文 他又做了很多的政治的大戲 我們的確看到蔡英文 代表中華民國 以國家元首之尊總統 去跟原住民道歉 我相信看在這些 剛從太平島回來的漁民 他會更感到心寒 我會更心酸 他們也不會祈求說 政府要跟他們道歉什麼 像在太平島 海巡的確有照顧他們 給他們一些水 一些補給 很感心 但是國防部跟行政院 前後夾攻 對他們的夾殺 後來回來之後 漁業署還要再去罰錢 而且人跟船還要分開罰 而且還要吊銷執照 然後三個台灣人的記者 在港媒工作的這個記者也有事 會讓人家感到這一切 都非常的諷刺 再對照蔡英文今天 對原住民的道歉 我覺得蔡英文早就該道歉了 蔡英文為什麼早就該 跟原住民道歉 記不記得他在520就職大典的時候 那時候旁白思宜說什麼 因為西方人的統治 殖民 改變了我們台灣許多原住民們 原本粗獷而草莽的習俗 在你們眼裡 原住民就是草莽 就是粗獷 就是沒有文化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民進黨根深蒂固的 一個想法 蔡英文跟他的總統大典的 這個就職的思宜 整個在旁白的對原住民的 後來被批評為評價 被批評為歧視 連長老教會都認為 這是一種文化高高在上 凌駕在原住民的觀念之上 而且蔡英文在就職演說的時候 思考這個死言要建立原住民史官 原住民史官 你現在才說要建立原住民史 難道是認為說當時西方的 民族來侵略台灣或是來殖民台灣 然後改變了包括漢人在內 改變了原住民原本的文化風俗 然後原本這些包括漢人在內 還有西方世界在內 他們的文化價值就是好棒棒 所以要改變原住民的 原來的死官 你真的是真的幫助原住民嗎 要不然你怎麼會在你 舊植大典的時候 一連串對於原住民很私理 包括你用原來達悟族的舊名稱 亞美族去稱呼他們 對於台灣正在很多尋求證明的 像是平埔族等等 你用什麼等等等等 這些原住民族帶過 所以相較於我覺得 你是真心誠意的跟原住民道歉 還是只是做一場說政治性 多少年來歷任了台灣領導人 台灣的元首中華民國總統 都沒有跟原住民道歉 你真的要道歉的話 我覺得他這四年都道歉不完 所以明顯就很奇怪 就是說看不見的 這個民間信仰的溫王爺 反而讓他們信賴 甚至還拔筊說 一定要在8月20號 7月20號這間出去 出去 然後他們就說 真的你看 我們就順利的平安回來了 好像有此一說 就說他本來是在唐朝的 一個官員叫溫宏 將軍 然後大家就開始 就是流傳著他的一些神蹟說 後來因為他遇到了 海上的船難 結果出事了 可是卻變成了化為神明 從此以後就保佑了很多 沿海的漁民們出海捕魚的平安 那是很多傳奇故事 有沒有很多其他一些 傳奇故事跟神機 問我就是了 我故鄉也是屏東 屏東最... 香火最新盛的就這裡 東龍宮 三年看過一次燒王船 保佑大家 燒王船 就那時候 東南沿海大概有燒王船的習俗 東港這裡又特別盛大 三年一次 那真的是萬人空巷 可能台北人不太知道 南部對這種宗教信仰 那時候就認為說 鄉下有時候醫療 那時候早期沒有那麼新盛的時候 甚至有瘟疫 就是靠著這種宗教信仰 最後就是把瘟疫趕走 當然所以鄉下人 尤其我們屏東 對那種溫虎千歲 東龍宮當然是很信仰 特別是瘟疫人 出去瘟疫人 往南巴士海駕 抓鮪魚 黑鮪鎖 黑鮪魚 最怕什麼 第一個遇到海盜 第二個怕菲律賓 黃大姐的漁船 他爸爸父親的漁船 就是遇到菲律賓射殺 為什麼 菲律賓那一些 就是把你的船扣去 勒索 就是這樣子 所以要祈求 祈求平安 出去進城東龍宮拜拜一下 結果這次去拔杯 散愛神杯 OK了 出去平安了 沒有遇到海盜 也沒有遇到菲律賓 結果遇到海盜是誰 自己的政府 台灣自己的政府 去就在威脅了 去到一半的時候 國防部還宣布說 那些是軍事管制區 我們的行政院發言人 同政員說 如果我們自己漁船 隨便登島的話 會讓國家的主權 盪然無存 聽到這一個 拜託 你行政院 你到底在威脅動嚇什麼 菲律賓都沒有來威脅動嚇了 結果我們自己的政府 跟海盜沒有兩樣 不是 而且明顯 漁民也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 那你刑前你還讓我出去 出去 那是挖一個洞給我跳嗎 你刑前就講 那你回來還要懲罰我 就是政府的角色 應該是刑前如果違法疑律 我要告訴你 你有違法疑律 你要規避掉 或者是我就講明了 你今天出去會有什麼問題 其實他事件是要偷偷警告的 你忘記 他要先偷偷警告叫你不要去 叫你去漁會報仇 他是危險 而且他曲解把令 漁越署對於一些 運搬船的一些把令 他曲解 如果不能去 譬如說兩個隨行的媒體 不能上去的話 你事前講清楚 不能去 那你不要去到一半 你不希望某種外部的政治理由 某種外交的理由 某種怕美國的理由 你就趕快找一些把令出來 給這些漁民跳 現在說要罰錢 你這個錢真的罰下去的話 你真的是 我們的政府 真的就跟菲律賓一樣 這不是威脅動物 這簡直就是勒索海盜行為 而且不是只有罰錢問題 還吊罩的問題 罰錢吊罩 我告訴你 真的 我們全台灣的人民 都會站在漁民的身上 這一邊如果罰錢 國民黨會發動一人一塊 發動捐款 外屏東鄉親 我也會捐到底 幫這些漁民到底 這些漁民都是土海人 艱苦人 結果人家去捍衛主權 拜託 你海巡署 行政院總統府 不能捍衛自己的主權 還欺壓自己的漁民 真的丟臉 明顯 你是國民黨的副主委 你不是只是去一人一塊錢 幫他繳罰金 你是要去幫你屏東的鄉親 到凱盜來遊行抗議 給他們討一個公道 這些漁民是什麼 就這樣子被你踩在腳底下 這個政府再傲慢 也不可以欺負 慘苦的土海人 真的大家看不下去了 有明姐 我要先請問一下 你看還記得當時 在太陽花懸運的時候 那時候林荃說什麼 他說這個東西叫做政治事件 不是法律事件 我們要多一點和諧 多一點體諒 所以他對侵占公署的學生撤告 但現在我想請問 就是說這個護主權的運動 難道它是一個法律問題嗎 這不就是因為 你們政府的軟弱 所以讓國外把我們的太平島 從島變成礁 這就是一個政治問題 那怎麼你現在用法律的問題 在看待這些漁民 還說要開罰 其實我覺得 這個是非常簡單的事情 就是因為他根本 蔡政府他根本對主權不在乎 他現在要的只是台灣獨立 問題是他又不敢直接講 因為我覺得他做什麼事情 我覺得蔡英文永遠都是 他都不敢明說 所以他怕美國老大哥生氣 所以他不敢去 你自己本身總統不敢去 也就算 連我們的漁民去 你也怕惹怒別人 那我就覺得 那你到底要退到什麼地步 今天馬祖是不是也要丟掉 澎湖是不是也要丟掉 蘭嶼綠島是不是也要丟掉 所有東西都丟掉了 你反正這樣最不容易得罪人 乾脆台灣全部送給人家 不是這樣最好嗎 乾脆我們直接 我們直接說宣布那個 台灣是菲律賓的一審好了 我覺得重點是在哪邊 重點是在於說 今天蔡英文想要 你看他這次 勞工的這些例假他也是 兩方面都想討好 他想說用他的話術的方式 去討好各方 然後他沒事 但是世界上沒有這麼便宜的事情 你總會被人家看破手腳 總會讓人家知道 因為你沒有肩膀 你不敢承擔責任 什麼是主權 主權這種東西絕對不能開玩笑 因為在國際上 只要你任何一個國家 對主權一旦退縮 其他國家你自己都不要 我為什麼不要 我就當然打蛇垂棍上 所以現在蔡政府是讓我們覺得 老實講 他根本完全對主權不在乎 因為他覺得說 其實台灣無所謂 反正我要當的只是 我這一個小導演的總統 其他的地方 我漁民怎麼樣管他去死 反正現在很多鄉民的意見 就是反正漁民 我又不是漁民 不干我的事 漁民 然後撈到活該 對 然後其他 反正這些老闆賺不到生意 也活該 企業倒了也活該 問題是台灣所有的東西 都活該之後 台灣不就活該了嗎 有沒有評論一下 關於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事情 搭配今天的原住民 一方面 蔡英文給原住民道歉 結果大家看到剛才那個畫面 這個班奈歌手講得多麼的沉痛 然後他想要到總統府抗議 還被警方這樣子的 張在外頭 如果根據林權當時太陽花 去行政院跟立法院 都沒事的結果 今天警察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這些警察 警方 他不可以為班奈 他這也是一個政治訴求 他應該要開大門 讓班奈進入到總統府 他有什麼暴力動機 沒有 他有一個女性 他就到總統府去做他的陳情 這難道不是你民進黨 你能容許太陽花 你為什麼不能容許原住民 不然呢 我覺得今天民進黨 蔡英文最嚴重的問題 就是無悔無悔 之前一再的罵馬英九 一再的如何 馬英九只是不大會演而已 演技書民進黨很多 可是沒有像蔡英文 這種無悔無悔的那種 強烈的對比 讓人家感受那麼強烈的 你說原住民好了 你要真的跟原住民道歉 你是在總統府裡面吹冷氣 而且這個總統府是什麼 總統府是當年的 日本的總督府 當時就是日本的 殖民軍國主義的人 去屠殺原住民的時代 你如果搞不清我這個狀況 帶一下拜託去看一下 塞德克巴萊對不對 那個塞德克巴萊有看電影 你也知道 這種時候 你真的要跟原住民道歉 你是不是應該就像 團奈他們講 第一個你應該到部落去 你有誠意點到部落去 你用原住民可以接受的模式 可以怎麼樣好好的 跟他們打成一片 你要道歉你也真心誠意的道歉吧 這個什麼綠營施政鋒說 這只是感人政治秀 他當然是諷刺的 看不下去 我看這個秀一點也不感人 反而造成了反效果 那更嚴重的是 你沒法 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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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去跟原住民道歉 你都不夠有誠意 結果在台灣 發生這麼嚴重死難的 陸克事件 你不跟人家好好的道歉 你連公祭都不去 連碗連都不送一個 而且明明是這個司機有問題 你竟然要陸克的這個家屬 在一個禮拜之內逼他簽戒戒書 不可以做民事訴訟 把人家送出去 你這個嚴重的摧毀了 兩岸人民的感情跟信賴 你這個要不要道歉 你要不要跟大陸對岸的民眾道歉 你要不要跟台灣的民眾說 對不起 我把你兩岸關係 搞到這樣子 你要不要道歉 那當然不要講 這些護瑜的人 他們是台灣的英雄 他們犯了什麼錯誤 你今天竟然還敢打壓他 你真的 這個沒血沒血的政府 你才上任兩個月 你怎麼給人家感覺 你好像已經兩年 已經好長時間 令人無法忍耐 所以我們現在印象中 比較深刻的好像是 他對什麼心痛 是對小白之死 特別心痛 因為那個時候出訪 他是主動停下來 然後要跟記者說這件事的 可是我也記得很清楚 就是當時記者追問他有關於 太平島這個主權的問題的時候 他卻是快閃避而不搭 那麼或許也正是因此 那麼現在看到 連青綠的報紙 媒體 那麼現在都看到一篇一篇的出來 批判蔡英文總統 我們等一下回來繼續討論 歡迎您繼續回到大政治大爆掛 我們繼續來解掛 觀眾朋友 我們接下來 來檢視一下 一向被視為是親綠的 自由時報這個媒體 因為從上週五再到今天 我們看到的評論文章 越來越多 而且都是批判蔡英文總統 那麼寫的人也都是 民進黨的資深的黨員們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是在上週五 記者鄒景文他是非常的資深 那麼他的冷眼集題目是 這是什麼政府 他甚至說只有自己 漂在雲端關在冷氣房決策的人 才會口出執政不是來輪流 討好各方的這種傲慢 權文其實主要是在談的就是 最近大家談的很多的一例一休 因為服務業甚至我們媒體 真的能適用嗎 問題會很大 所以鄒景文特別寫了一篇特稿 好 趕快再來看就是 今天自由時報的社論 那麼今天的社論的標題是 小英英以政治家自詩 那麼在這個社論當中 特別談到的就是 小英的溝通宣導工具 特別依眾社群網站臉書 重大事件政策缺乏嚴肅的政策說帖 充滿臉書上文青市的感性告白 而他特別提醒蔡英文總統 政策的核心在內涵 不是文青市的包裝 對 另外還看到好多篇 這個疫情講完 換我講 一樣是今天 他的標題就很嚇人了 綠色會繼續執政 但蔡英文只有一任 簡單來說 他們說蔡英文的政府 現在有什麼理念 有什麼創新的思維能夠解決問題 都沒有看到 反倒是跟國民黨一樣是 老藍 男的內閣成員完全沒有心意 他們說如果再這樣下去的話 政府 人民可能會尋找 另外的舵手 所以他們也半警告 半提醒 半期許蔡英文 千萬不要當一個迷路中的總統 他們說從2月以來的立法院 到5月以來的總統府 通通讓人民完全沒有信任感 那麼人民期待的是更多的社會 對話跟溝通 所以說這個希望蔡英文 能夠趕快來做他說的改革 避免讓國家走上迷路之途 也避免讓蔡英文 你繼續當一個迷路總統 現在不是空話總統 我們看已經是迷路總統了 事情越來越嚴重了是不是 好 我們看到在這個裡面 有資深的民進黨的學者 有資深的民進黨的創黨的黨員 還有資深的媒體記者 靖平 我請教你 蔡英文真的只有所謂的一任嗎 連民進黨人都唱衰了嗎 這兩天似乎跟碰到一些民進黨人 他們也在聊說 你看到這個剛剛講的這個 親綠的他們這個民調機構 所公布出來說 這討論是不是這個 林權很可能下台 然後再加上討論到說 蔡英文最近這上任520之後 這兩個月來的這個表現 讓他們實在是不知道 要去怎麼去辯護 然後立法院也是亂招招的 然後第一時間 當然很成功的出了一口 很大很大的戲 處理了這個所謂的國民黨 認為的這個不當黨場 是他們的歷史的使命 但是接下來他們好像 全部都迷失了方向 所以我說剛剛不管是疫情 或者是誘政 你們在給觀眾看的這些 有報的媒體 因為媒體他的一些社論也好 或者是說記者寫的特稿 其實他們的稿子 寫的文筆不會比蔡英文差 你真的要比文青的話 蔡英文你比得過這些 蔡英文的幕僚 你比文青 你比得過這些媒體人嗎 華麗的遲早 他們要修理起來的話 一樣是不會手軟的 所以我說總統也好 總統的幕僚也罷 不要再一直用文青 去包裝你的這個 好像把你變成一個文青總統 文創總統一樣 你要提出來一個 明確的一個方向 也不是要你躲在幕後 去神引起來 什麼事情都讓林權和你所 選了林權 以及他所選的這些 內閣這些老男人 然後在裡面跌跌撞撞 以至於現在在討論說 誰先第一個下來 這不是很諷刺嗎 蔡英文你不是說 我們是要解決問題 人民選我們出來 不是要製造問題 是要一個解決問題 你自己都講你自己 那為什麼 你不覺得被過去你的發言 來打臉嗎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他今天 你要告訴國人 你今天明確的施政方向是什麼 內閣一下子像 最近這兩天的這個七休一 你自己都搞不清楚狀況 當總統少提出來之後 你要廢除那個函事 結果你現在才來 又拿一個法家彎 我跟你講 蔡英文印象深刻 就是這兩個月 他不但沒有明確的邦將 就是政策不斷的出現法家彎 從民生到交通到運輸 太多了 其實剛剛靖平有提到一個關鍵 就是說蔡英文的華麗詞 聽完晃句好像很感動 可是我跟你講 現在大家好像已經有一點 有感動疲乏或感性疲乏都好 我們會不會這樣覺得 游民姐 會不會這樣覺得 選舉期間 你選舉就是一種宣傳秀 所以你選舉期間 聽一聽好聽的詞彙 誰講得比較優雅 可愛 感動人一點 你對他就充滿一種夢幻的期待 可是這個就好像談戀愛 可是你結了婚以後 柴米油鹽醬醋茶 那個薪水交出來 一看說我得到的是這個 對不對 然後家裡又懶得不得了 也不會幫忙做家事 是不是幻想就破滅 所以永平 所以不能只出一張嘴 你是不是同意蔡英文只有一任 我覺得 大家同意舉手 同意的舉手 只有一任的請舉手 韓明覺得不一樣 我認為他會連任 我認為他會連任 好 等一下請你來說 那永平先 我覺得所謂 他是不是只有一任 跟民進黨內部有關 就是說寫這個文章 點出來的是說 民進黨未必會失政權 可是蔡英文可能只有一任 那表示什麼 表示非常有可能 民進黨內部不滿 民進黨比蔡英文有魅力 也許不是文青派 有的是那種悲情派對不對 民進黨有很多不同類型的 可是他如果真的要挑戰蔡英文 不見得不能挑戰 你現在蔡英文搞得天怒人怨 而且是民進黨的基本支持的 各種的領域的人 他都得罪光了以後 那下次要怎麼繼續支持他 我認為蔡英文現在 最嚴重的問題是說 他之前一直跟大家講 他要準備好了 我們當時也想說 對 他一二年 最後一里路沒有達成 繼續準備參選的時候 他有四整年的時間 然後這四整年的時間 他又去找了一個說是跟他 擠眉弄眼就有默契的人 叫做林權 做他的小英基金會的執行長 然後非常有默契 都不用語言來溝通 這樣的人做他的行政院長 應該拿出非常精彩的 內閣口袋名單 應該所有我們現在講的 不管勞工議題也好 能源問題也好 兩岸政策也好 所有的這些長期你民進黨 攻擊馬英九施政不力的 內政兩岸外交的問題也好 你要一張一張的副案 一個一個政策的推出來 大家的期待是不是這樣 我這樣講有錯嗎 大家應該覺得說 起碼選前 大家是這樣期待的 結果選後哪知道 一翻牌了 沒有內閣人員 然後每一個都說 來拜託我好多次 我實在是不想要做勉強勉為其難 然後要不然就傳出說 一 二 三 四 五順位的人都不要 後來國防部長只好去走一個 聚工的廟工 就是說你怎麼會這樣子用人 然後你的每一個政策 像這一次七休一的爭議 徹底讓大家傻眼說 原來你不知道 你廢這個韓氏的後果是這樣 可是提案的民進黨 中孔少立委 他是不分區的立委 是蔡英文很自豪的說 有史以來最專業 最好名單的勞工立委 還做過成局的 高雄市政府的勞工局局長 照說他不是不理解的人 結果出這麼大的樓子 你這個怪誰 這個不能怪到馬英九 這不能怪到國民黨 出了這個樓子上面還照樣 就真的這麼做 上面也很奇怪 出了樓子就要擋住了 就是應該擋住 沒有擋 他在立法院提出說 兩週內要廢這個韓氏的時候 行政院就要立刻知道說不行 結果行政院的這些人 包含這個部長郭芳玉 好像這些人 以前之前還說什麼 他老舊官僚 那到底經驗在哪裡 他到底有沒有做過政府的官 影響這麼大 讓周景文氣是什麼 我真的跟觀眾朋友你們了解 七休一的解釋叫做 今天一群新聞記者 跟著總統出訪 整個行程八天 強迫有一天要休假 所以總統的那個行程 那個記者就統統得在旅館裡面 不可以發稿 只要一發稿 一跟著總統出去的話 報社媒體就要受罰 就是周景文寫的內容 這麼離譜的事情 民進黨政府做得出來 當時記者們也知道這個問題大了 你知道8月 今天開始8月最大事就是奧運 採訪這個新聞 你說要怎麼辦 出去就是幾天 一定是超過 然後就說他們就去記者公會 就趕快到勞動部去陳情 結果得到的回應是什麼 被周景文痛批是官僚的回應 因為得到的答案是 記者與攝影 第七天要在飯店休息 不可以發稿 天啊 我就很好奇 這樣漁民出去12天 這樣也算嗎 算了 他們已經出去12天 來回12天 來炸牢幾把 再加拔一條 所以要罰誰 罰月屬嗎 所以他 不是罰月屬嗎 罰月屬嗎 老闆 船主還沒關係 被他僱用的漁蟲 船主要被罰錢 這可笑了吧 根本的笑話 所以老實講 我真的要忠心的講一句 奉勸蔡英文政府 你們的施政的中心思想 是什麼搞清楚 挺勞幫 挺支幫 左派政黨還是右派政黨 你們的施政方向找清楚 不然就說只要你的這一個 會讓人家很模糊 我覺得說大家會想一下 這兩個月來 施政有什麼亮點嗎 蔡英文說準備好了 施政以來 我不曉得這兩個月 有沒有什麼亮點 笑話很多 警察 台鐵爆炸案 我聽完年輕人說 你這個月過得比較笑 修身物色 我們講經濟 我們講經濟就業這個部分 經濟 我看一個數據 今天勞動部公布一個無薪假 現在有524個人 比上個月增加122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你蔡政府應該把它列為重要的 那你提出什麼改善經濟的方法 你的振興經濟 你的亞洲矽谷 完全被打槍了 你原本說五大燦心爽業 亞洲矽谷早就被打槍了 被打槍好久 五大燦心爽業 原本要修正四十幾個法案 一條都還沒送到立法院 鬼扯蛋 所以你的法案到底是什麼 我再講一個 剛剛在講上期休一的部分 中口罩提案到立法院 三讀通過 六月底 行政院勞動部 早就知道自愛難行 你對旅遊 對媒體 對觀光產業 衝擊多大 你如果行政院自愛難行的時候 你就要提副意 不敢提 你勞動部長 就一個軟脊髓 Jerryfish 你就是沒有骨頭 不敢硬起來 結果現在衝擊那麼大了 又急轉彎 誰要扛 行政院說不好意思 那是我們立委搞不清楚狀況 林權現在也嚇一跳 你這不是在切割嗎 所以從整個勞動部到行政院 都沒有責任敢扛起來 這個政府施政沒有中心思想 官員沒有責任 沒有骨氣 讓人家看不起 所以這個彭百蟲 才會在自由時報投書 寫了這篇文章 他身為一個民進黨創黨黨員 看得也是心急而感慨 他會說綠色會繼續執政 但蔡英文只有一任 痛批蔡英文 問題是 我們等一下要來討論的就是 蔡英文會不會說 千錯外錯都是內閣官員們的錯 現在好像就起風向了 是不是 所以有一個未來事件交易所 現在有一個投票 結果這個裡面是耐人尋味的 觀眾朋友我們等一下再來解釋 好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我們繼續再來聊 因為剛才大家都欲罷不能 廣告時間都還在討論說 那下一個會是誰 小英如果不當總統的話 標題太嚇人了 那會是誰 第一個會想到誰 賴清德 花媽 陳菊 還有沒有 林佳郎 林佳郎 想不起人家嗎 陳菊跟賴清德 尤其陳菊比較可能 鄭文燦 你看他在南霸天的地位 在黨內的這個 他們這個白禮猴 還有包括這個六都裡面的 他的大姐頭的這個角色 你可以看得到陳菊比較有那種 至少黨內那種大姐的那種 但是我也很擔心 假如我是覺得 林全應該不會那麼快就陣亡 就這麼早就被隔魁任期 這麼短就咬著 因為他如果換了花 他已經智慧交易所在預測 林全月格誰先下降 這個交易所他的預測 這次包括預測 東京都知事 小池都很準的 他們之前就預測就是小池這樣 所以如果這樣一個趨勢的話 我擔心的是 一旦他預測林全可能做不了多久 民進黨誰能取代林全 當初林全也不是第一人選 在小英實在找不到人 也包括過去從小英的副手 和隔魁都點名好多人 就是一開始都不是先提林全 好 到了後面 如果把它換掉的話 因為這個施政不順暢 隔魁到隔雲的狀況都擺出的話 你如果換了一個強勢的話 那更麻煩 林全雖然出那麼多包 但是起碼他聽你的話 很多事情他會好配合 但是如果換了這個陳菊的話 陳菊他從高雄市長 甚至高雄市長以前的從政經歷 在黨內是這個 應該民進黨裡面 跟他可以相批敵的智力 已經檯面上端不了多少了 你蔡英文 你如果要跟這個陳菊 在這個就權力上的這個 總統府跟行政院的 這個權力上的分配 我會擔心說蔡英文的令 可能不出總統府 所以如果選了像陳菊 這樣的一個角色 或甚至賴清德 你可能又變成 你可能又變成兩頭在抖 到底這個要聽誰的 就變成總統比這個小孩的 對 就是會不會提前買他 已經在強勢了 所以民進黨內部在那邊 鬥鬥的其實是老百姓之福嗎 當然不是 對不對 我們還要再繼續演戰 其實我必須講 你們看蔡英文當初任命林權 你們都沒有注意到一個觀點 其實蔡英文是刻意在迴避 他根本對民進黨 現有的這些勢力 他全部都不滿意 所以他刻意要用一個 可是他自己硬派也沒有人 對 因為他沒有人 所以他就認識一些奇奇怪怪的 什麼大師兄什麼 我們全部都出現了 對啊 他就認識這些奇奇怪怪的 但是問題是 現在他自己發覺不對勁 為什麼 因為施政馬上遇到困難 然後你民進黨又不支持你 國民黨也不支持你 你這個政治要怎麼走下去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會被迫妥協 他還是要任用民進黨 比較重量級的人 可是問題是 我覺得不會那麼快 因為蔡英文的個性 也是滿頑固的 所以我覺得會撐完今年再說 我認為是這樣 到明年之後才比較有可能 換另外一個人 但換另外一個人之後 大概蔡英文就開始掰咖 然後 你說他會不會連任 剛剛三位我看 你們都認為他不會連任 其實我認為他會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這個叫萬明賢 因為你們國民黨 到現在沒有一個 看起來能夠成大器的人出現 所以我不知道他應該怎麼樣 我甚至覺得 如果他未來跟時代力 處得好的話 搞不好他叫黃國昌 來當行政院長也是用國昌 這個叫國資加王 還有陽明 明賢哥 想像一下 如果今天 宏國昌來當行政院長 大家想到不敢想 蔡英文再怎麼樣講 他不是川普 我的意思是說他還做不出來 這麼跳動的事 不過剛才 寒冰講的一個問題 我認為蔡英文什麼時候 會換林權 我認為看他民調聲望下滑的速度 如果 這很快 不曉得是今年還是明年 一旦到死亡交叉 就是不滿意大過滿意 對 但是我認為他速度 會比柯文哲快 所以有可能今年就發生 上禮拜平所的民調 就剩8.4%了 那個因為那個不是正非民調 但是我的意思說 正常民調而且不只一家 而且不分藍綠 媒體什麼各方 如果做的都有一個共識說 他已經這個滿意跟不滿意度 死亡交叉的時候 我覺得他真的會換 我覺得其實你們滿殘忍的 才兩個月而已 就在討論林權的去留 你看馬英九2008年的時候 那時候第一任劉兆璇 在討論他去留的時候 是到88風災之後 2009 重大的事情 十幾個月 超過一年了 一年多了 所以你看現在民氣 轉換非常快 民意如流水 林權兩個月 現在人家對他已經很不耐了 你看就是在1月到5月 520就職的時候 四個月交接期 其實就在讓你準備 你準備你要端東西出來 人家看不出來你的亮眼政績 你現在上台之後又荒腔走板 你看現在蔡政府推出來多少東西 司法院長 政府院長人士 民黨內部在反彈 你七休一 一休一立的部分 民黨內部也在反彈 為什麼你蔡安法院的政策推出來 原本讓你準備那麼久了 推出來東西內部都在反彈 是只有你內部人反彈你嗎 還是你政策本身都有問題 所以現在兩個月討論林權去留 雖然貴節目很殘酷 可是是滿中肯 滿事實的 真的 民黨現在真的要開始思考 你要換一個有沒有政治性格 政治性格比較強的一個閣員 那你其他閣員 不是只有林權而已 很多閣員現在四寶 六寶 不換掉的話 蔡總統的民調會持續下滑 他2020連任的時候 可能面臨到很嚴酷的討厭 是 所以的確殘酷還是得面對 哪一個官員會下台 哪一個部長可能要面對 去留的這個問題 恐怕是非常現實的 您看這個智慧教育所 預測林權內閣誰先下車 結果拿第一的是 馮世寬國防部長冠軍36.8 然後第二的是誰 交通部長賀成淡 因為他是36.5 其實他們兩位還滿接近的 但是郭芳玉 他是排在季軍的勞動部長 但後來軍會急起直追 他現在正在急起直追 對 因為一立修的調查 郭芳玉後勢看長 還沒有調查 所以現在這個問題很大 所以勞動部長就被點名說 恐怕是他會先被換掉 可是出來這個東西 會不會是覺得好像 綠營自己做的東西 其實民進黨的問題 還不止於此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他們才剛剛立法院通過了 那個清算國民黨的 這個不當黨產的條例之後 提這個案子 而且壓著綠營黨團 飛過不可的這個大黨邊 叫做誰 柯建民 直接馬上提出來 他說什麼 他說大家要小心 這個不當黨產這個案子 不要變成民進黨的大巨蛋 我真的太詫異了 我是想說 這個柯建民是發生什麼事情了 突然推完了之後 這個攀然悔悟嗎 知道說這件事情 表面上 表面上好像是要傷國民黨 其實替國民黨解決了 歷史性的包袱問題 可是其實對民進黨很不利 我認為這個案子 叫對民進黨來講 叫做短多長空 因為你通過了這個 違反了基本人權跟法律 兩大原則的 第一個叫不溯及既往 第二個叫做無罪推定原則 他既先把人家 扣上一個有罪的帽子 然後又要回溯到1945 他最大的問題是 在整個中華民國的法律架構 各方面的角度下 他根本摯愛難行 他摯愛難行 他如果硬推的話 他就會真的實施了 嚴重的迫害 這個隊會反噬民進黨 是 這個永平姐不知 其實說出這個 可能是大巨蛋翻版的 柯建民其實早在一個星期之前 上廣播的時候 他就已經說 其實過了這個我是很高興 但是我也睡不著覺 所以這是不是在打預防針 而且預防針已經打了不只一針了 我們等一下回來繼續討論 好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觀眾朋友 我們來看一下 台灣智庫 他們所做的最新民調 這個結果可以看到 跟前一次相比 蔡總統滿意度沒有明顯的變化 可是不滿意度是上升13.4個百分點 所以在這邊 這條線是往上的 綠色的滿意度 看起來沒怎麼動 然後你就會發現 這個滿意度跟不滿意度 中間的差距是越來越接近 所以才會有剛才我們所討論的 會不會死亡交叉就是一個關鍵點 蔡英文的無能被看破了手腳 也因此引發了民進黨 現在興起了一股內鬥了嗎 那麼柯建民的談話 是又代表什麼呢 那個主持人 我先補充一句就好 就是大家看 所謂蔡英文的民調 滿意度沒有動這件事情 一定要先有一個背景 他是陳水扁以後 包含陳水扁跟馬英九 第一開始上任的 滿意度最低的一個總統 就他的基期很低 再加上這個是台灣智庫民調 是一個侵略的民調 所以滿意度叫做沒有動 我個人認為不奇怪 可是事實上他應該是下滑的 就什麼熊山物色事件 什麼太平島事件 他應該是下滑的 可是不滿意度快速的上升 我覺得民眾還不願意這麼早的 就是開始好像表現出 已經對蔡英文失望 那個耐性 他是我選出來的 我什麼好意思 可是隨著蔡英文520就職之後 民進黨一直在講說 蔡政府是拚經濟 然後要把整個台灣的 經濟的狀況拉起來 可是隨著 為什麼柯經平會這樣講 我先講這個 所謂的變成大巨蛋的一種 類似那種狀況 就是你看看當時台北市民 對台北市政還有大巨蛋的 這個看法 經過柯文哲柯 什麼五大弊案這樣子一弄 弄到這個偉大不掉 然後現在跟遠雄的爭議 都還沒有解決 大巨蛋就變成一個 最大的違建就在那邊 裡面全部變成一個 很糟糕的工地一樣 所以變成台北市民心中的一種痛 這種狀況 為什麼柯建民要先講出來 我覺得就是 除了剛剛講打預防針之外 就是覺得如果黨產討不回來 就會變成民進黨大巨蛋 就是你現在預告了說 民進黨沒有辦法了 你是不是 我覺得這有兩種說法 一種是說沒有辦法 民進黨想盡辦法轉型正義 想要討黨產 可是好像變成國民黨 好像在做什麼 一直在抵抗如何 這個要把球故意 重重的壓力放在國民黨身上 另外一個就是 民進黨你已經全面執政了 國會你也掌握多數旗幟 你看這次臨時會 多數席次 多數表決 多數暴力 你還沒有辦法把這個黨產 做一個好好的處理 那就表示你連拚政治都拚不好 你還想拚經濟 不要忘記 從現在開始到下半年 到明年開始 這未來半年還有包括兩岸關係 現在冷對期 接下來怎麼僵取 怎麼解 兩岸關係包括未來的 台灣的經濟走向 你的新南向到底成不成功 還有基本工資的問題 泰國最新消息 泰國的一個月的大學生畢業的工資 都22K 都追上台灣 所以我們是台勞 那台灣你怎麼辦 你現在勞資 現在已經鬧著這麼僵 你又說不會輪流討好各方 可是勞方 資方都對你不滿 你拿不出一個有破例的解決方法 剛剛這個永平姐一開始 前面節目實戰所提到 Leadership 就是領導人的能力 領導能力跟領導的破例 解決事情和危機處理的能力 你都沒有 然後你的內閣 閣員 你那幾個前三名 幾乎都反映了這兩三個月來 民眾的不滿 爭議的事件 包括賀成蛋 什麼高速公路收費問題 廉價收費 還有取消 還有包括煙水 還有國防部的這個 領土主權 太平島的主權問題 這個去阻撓 還有熊山物社的事件 這些都反映出來 接下來一定還有很多 相關的部會 有這些政策的爭議出現 這樣的話就會一直磨損 你蔡英文的 他的一個政府的公信力 到有個時候民調是不是 一定就會反映出來 所以選前是綠色執政品質保證 可是明顯我們看到的 很擔心的就是 綠色執政了沒有錯 可是選後卻在內鬥 而且消耗了國力 當然他們內鬥 其實都看得出來了 第一個 你過去從桃基淹水 還有包括國道夜間收費這一個 其實他們的政策來講說 這是你們國民黨害的 你有沒有聽到 後來熊山物社 他就說這是你們國民黨訓練不好 甚至太平島主權 後來南海仲裁 葉宜金 民黨立委還說 這衰 都是馬英九害了 全部都推給前朝 其實很多政策 慢慢來他們不能再推了 你看這個勞空政策 上妻休醫 這完全民黨執政 完全民黨自己搞出來的 你這已經怎麼推 你自己要蓋瓜承受了 你當自己出現問題的時候 內鬥就會出來了 我剛才講了 司法院長政部 政部院長人事案這一些 那你內部在反彈 是真的你差異謀的政策 出了問題呢 還是人家有沒有 還有你的不分區立委 有沒有人記憶著 趕快內閣改組 趕快地補上來呢 還是有嘛 所以民黨內部 現在得天下之後 開始奔崩不平的時候 早